今天我們為您精選的國際話題 前兩天記不記得我們有跟您報導過 中國的人口 在今年年底是有機會被印度給超過 印度屆時將會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 另外我們先前也跟您報導了 國外機構對於這事件的預估 屆時將會從勞動力跟GDP上頭 會發現有影響 不過GDP跟勞動力這兩個指標 就表示說印度人口追上來之後 一定會超科中國嗎 我們來看一下紐約時報的報導 最主要紐約時報認為 有四大項目要來做觀察 首先印度現在勞動力的確增加得很快 不過就是因為人口成長過快 所以現在目前已經導致了勞動力 已經大餘了工作機會 但是勞動人口是要張口要吃飯的 所以在接近15億人都有物質需求的情況下 屆時將會給印度帶來很可怕的壓力 所以接下來怎麼疏通勞動過剩的問題 就是印度的首要顧念了 現在印度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口介於15到59歲 這些人是都可以投入到市場當中的 但是如果以印度現在人口成長的速度 每年大概是需要900萬個新的工作 所以過剩人力現在就有兩個狀況 一個是直接投入傳統農業 另外一個是 的確找到工作了 但是你的工作能力跟這個職位完全搭不起來 我要的是一個會接牛排的 結果你是調酒師 那當然整體的狀況 就業狀況就不理想 工作沒有KPI薪水當然也不會好 所以導致印度市場現在目前的工資 已經停滯了八年沒有成長 所以現在有這麼多的人力 也不是人口紅利 另外還有一點是 就算人口多好了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撒出去 譬如說印度的女性 就是世界上就業率最低的國家 僅僅只有五分之一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數字其實還是中國的一半 所以你看前面這麼多理由 人太多 但是沒有市場 而且說要人海戰術也沒有開權力 因此印度在接下來人口超車中國 但是實力上真的會超車中國嗎 紐石現在就認為了 其實有一個要訣 就是不要依循中國過去的發展模式 由於印度現在目前包含基礎建設 教育甚至是衛生狀況並不完善 所以很多本來從中國移出 要移轉到印度的產業 後來反而是跑到了越南 還有孟加拉 但是印度現在是低成本數位的基礎能力 越來越理想 所以就回到了上一回 我們所跟您報告的 您還記得嗎 富士康轉移到了印度去 不只是富士康 接下來其他的晶片製造廠 也開始在瞄準印度 因此他們還是希望可以透過這一點 來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有空氣 那麼快 的